大家好 今天是1月5日 星期五 又到一個星期完結的時間 大家對於今個星期的港股行情 是不是有些意外的想法呢? 我就是了 因為沒什麼預計過市 可以在開局 這麼短時間之內 有這麼厲害的表現 說回港股之前 我想說少少說美股 其實 美股三大指數在過去幾天的時間 都是不斷創新高的 甚至乎特朗普 又乘機又抽水 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美國總統 不斷把股票市場的升幅歸功於自己 他不是說道指會見到三萬點嗎? 大家聽上去不知道是否會有些嘩然 我會嘗試一些理性的分析 因為現在的道指大概是二萬五千點 在年初的時候 大概是二萬四千七百點 這些水平 假設要去到三萬點 即是今年的道指要升兩成多上去 你說是不是很難呢? 如果以上年的經驗 都是升兩成多的 如果真的升幅有這麼高 兩成多的話 要去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又不算很難度高的事 即是以升幅上去計算的話 又不算很高的 但一個實際的情況就是 因為上年的時間 道指升得這麼好 是因為很多公司 第一個業績就OK 第二個經歷就好 第三 很多公司就是回購股份 托住國家 今年有沒有這樣的情況會出現 也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我比較關注 比較擔心 都是第二季的時間 如果假設公司的盈利水平 是令大家有些失望 那一下的沽壓是會大 所以我也覺得 你說在今年的第二季 都重新一次 我覺得市況是會有些波動的 這一下大家是要留意著的 還有剛剛和一位 打來的一個客戶 聊過一下 不過其實他玩開其他產品 即他不是玩股市股票 他玩期權那些 那些 有些事情 大家有些 其實不會 聊一下 聊一下 他都說 五、六月的時間 外面都說好像很差 所以我想五、六月份 大家是要留意著 美股這個因素 這個我是有點擔心的 但整體上 現在第一季 還有剛剛開局 不怕的 還有美國的行程 現在應該都會不差 你說如果以氣勢 還有 我想怎樣 華爾街方面都比一下面 即是既然特朗普 說到市場這麼興奮 應該今天都會不差 不過今晚先看看 這個職業數據 還有我們對現象很有趣 通常ADP好 美國職業數據 飛龍大數 可能會差 但是市場應該不太理 因為大家現在關注 都是適合的去向 它應該叫了知識 那我看看聯署國 下一次意識的時間 看看這個情況 不過說回港股的行程 暫時我自己看 都是下個星期回來 都會保持得到 暫時看不會太差 反而今天的市況 有一下 你會有一點 新的想法 是怎樣 因為A股今天是做得好的 港股其實在早段 大概在下午回來的時間 都是比較差 在收市的時候 夾一些騰訊上去 是做得好的 但是你看回一個情況 就是假設A股是好的話 會不會真的 另外一些筆水 南下的筆水 有可能會減慢出道 甚至乎 有一個斑絲回潮的情況 出現 今天我看到 騰訊有些走勢 所以大家都可能留意著 A股和港股 這兩方面 關聯性局 會不會有些機會逆轉 這個是留意著的 但是怎樣也好 騰訊這類強勢股 現在還是保持得到 所以就不怕 還有跟大家說一些預告 因為今天大摩 有兩篇報告 一文是說 大摩看騰訊 目標價值500元 我那篇報告 還有這篇報告 其實不止說騰訊 還有好像百度 阿里巴巴這些 一百五十多頁 我又編了出來 拿回去看 看完之後 下星期跟大家又可以 又分享一下 還有有一篇報告 是密格理的 就是說信與光學 是要看二百元的 裏面的論點 我都有點拜 不過我都想回家 再詳細地看一看 所以下星期的時間 可能都花些篇幅 跟大家說一下 這兩隻股份 至於今天來算 有兩隻股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隻 就是衛利基金 衛利集團 編到806 昨天有個通告 就是說 這個公司 跟第三方的 黑壇出售的股權 告吹了 大家之前都說 第三方就是海航 但今天的股價 因為這一單 告吹了 令我較為顯著的回調 但我有這樣看 其實如果假設這段時間 海航入主了的話 可能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現在大家反而會把焦點 回到公司的基本面身上 而衛利本身 他的業務的發展 和股票市場 是相關的 即是股票好的話 他不會太差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的股價 是有條件 有一個比較好的反彈 甚至乎 假設 假設他們真的 管理層 很想賣款的話 今年的市房 如果好的話 壓力作價 可能會更加高 所以這個走勢 又未至於這麼頑皮 即是未說 真的那麼差 而且上年的時間 其實他的升幅 不算很大 三成幾 跟這個痕跡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股價 是有反彈的反彈 所以大家都可以 如果你要一些 短線一點的股份 甚至乎你博去 可能之後的時間 有機會賣盤的話 都逐這些價位 可以開始部署一下 其次就是 啤酒股 啤酒股真的有趣 因為今早的時間 他們有一些消息傳出來 他們的售價會升一至兩成 那一刻很歪然 我覺得這麼厲害 加價這麼多 當然下午的時間 有一個澄清公告出來 但是加價也好 因為對於清啤酒 這些公司本身 很難得可以加價 內地的啤酒行業 一直以來 都可能面對著 比較大的競爭 其實加價不是那麼容易 我想不要說他 任何一個行業 在內地方面 雖然說一些內需股 這個概念 全部都是不行的 但是現在加了價 這是一個好的預示 所以價格升是合理的 但要留意的就是 這個啤酒的市場 本身 就不是那麼容易打 按道理 我覺得他們的價格 有機會先回一回 不過如果回到 好像你說 黃碧一為例 回到一些時間 可以考慮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這次加價 背後有一個動機 就是因為今年是世界杯 世界杯年 世界杯通常會有自己的 消量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可以 留意一下這些版塊 不過記住 不是現在買 等等 因為又不需要那麼急 追貨 我都不主張大家追貨 所以這些固販 給我一些耐性 等他回到的時間 才可以回到未遲 那好吧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繼續留言給我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周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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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